大家好,欢迎来到悲安斯课堂 也就是在德国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85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练习酒的B 表达于练习酒A中陈述相反的含义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练习中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表达方式 Ich glaube nicht, dass,我不相信,什么 Das ist nicht richtig,就不对 Das sehe ich anderes,我不这么看 Es stimmt nicht, oder ich stimme nicht zu, dass 不是这样的,或者我不同意,什么观点 Ich finde nicht, dass,我不认为,如何 Ich halte etwas für falsch,我认为,什么是错的 Das finde ich keine gute Idee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Ich denke, dass,我认为,如何,怎样 Ein nachteil von etwas ist, der某式的一个缺点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Zum Beispiel Ich glaube nicht, dass Sport gesund ist Sportler haben viele Verletzungen 我不认为运动是健康的 许多运动员都有非常多的伤病 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根据练习酒A部分的陈述 来表达一下自己相反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请同学们完成一下这个练习现在 再次 찍下来技术 Captain прошл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或者是为大家提供的答案-lösung 2 Ich finde nicht, dass man bei Sport Disziplin macht 我们认为人们在运动的时候会有几率 Sportler sind egoistisch 运动员都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 3 Es stimmt nicht, dass die Leute sich zu wenig bewegen sie spielen jeden Tag viele Stunden Computer 不是这样的人们每天都动得太少 这不是这样的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玩好几个小时的电脑 4 Sportler sind egoistisch 运动员是比自我为中心的 那是不正确 这不对 Sport帮助人们一起 运动会把人们探紧在一起 5 Ich stimme nicht zu, dass es bei Sport viele Verletzungen gibt 我不同意 运动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或者受伤 bei Leistungssport gibt es dann viele Verletzungen 而是在競技体育当中会受伤 6 Sport bringt die Menschen zusammen 运动 让人们团结起来 dass sich anderes 我不这么看 viele Sportliche Mannschaften sind konkurrentful und aggressiv 有许多从事体育的团队是 有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 并且也充满了攻击性 7 Ich glaube nicht, dass Sportmord ist 我不相信 运动就是毛色 Sport ist gesund 运动是健康的 8 Durch Sport kann man ein Gewicht abnehmen 但通过运动 让人们可以减肥 那是不错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认为这只是脂肪的 我认为 运动仅仅会 强化我们的肌肉 OK 好的 那么到这里我们有关于返生代词三四格的一个学习和复习 以及对应的练习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开始学习新的内容 所以我们把课本翻到第八十六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2014年统计的一层数据 那么有关于什么的呢 交通工具所占的比例 也就是在德国人们所使用交通工具的一个比例图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在图表上所占比例最大的是Personenkraftwagen 家用汽车所占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九点六 就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们来接着看一下排在第二位的是什么呢 Fuskin 也就是说在步行 用脚来行走 就是我们说最环保的一种出行方式 所占的比例也高达百分之十五点五 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 Craft Omnibus 公共汽车或者客车 所占到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二点二 也相当的高 那么我们看接下来的是 Fahrad自行车 那么所占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点四 接着是Zoenstigbarnen 那么这里指的是包括有轨电车地铁和轻轨的道路交通 所占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六点七 那么然后是Owner-Owned-Vexceled Week 没有或者是正在改变中的道路 占到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八 那么Eisenbahn 也就是铁路 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一 那么注意啊 刚刚说的没有 或者是改变中的道路通常指的是在哪里的 那么也就是指我们的航运 或者是海运的一些 这个途径 那么接下来是 Kraftrad-Muppert-Muffer 摩托车轻骑或者轻型摩托车的比例 占到的是百分之一点二 那么最后Zoenstigbarnen 交通工具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零点五 那么看完图标以后 相信我们对德国的这个日常所用的交通工具 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再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有关汽车 也就是个人家用汽车 在德国所占比例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有关的说明 那么我们说恰好在德国有比日常所需更多的汽车 那么它的原因是因为 许多人把汽车当作戏剧爱好或者是玩具 而不进行去交通工具 那么也就是因为男性喜爱汽车 那么不少人将其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并以此为目的 给异形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不难想象 一个帅哥开着保时捷 或者敞篷汽车 跟上坐着一个金发地面的美女 那么因此也就不奇怪 为什么正好是德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汽车之国了 那么这也有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一些全世界最为著名的汽车品牌 来自于德国 比如说像保时捷 宝马 奥迪大众 和梅塞特斯奔驰 都好属于这一类的收持品 那么在许多国家 这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么这也表明 它的拥有者 都必须有足够多的钱 花在一辆豪华汽车上 另一个说明为什么德国会被称为汽车之国的原因 是因为在许多外国人眼里 德国是在欧洲仅有的一个在高速公路上 可以畅通无阻的国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德国没有普通我们概述上所说的限速 第二 它也不对汽车征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 我们能够想象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 经常驰整着超过 时速超过200公里的汽车 就在我们边上扑销而过 那么这在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看到的 那么周六的洗车线 在德国到处都是满满的 那么同时 周末也会为私人汽车爱好者 提供专门的赛道 也会在那个时候开放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人们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来测试一下自家汽车的性能了 那么在周日 开着敞篷汽车去野外郊游 也完全符合德国人的一贯喜好 那么汽车这个话题 不仅在德国意味着驾驶乐趣 同时汽车工业在德国 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那么不仅大的德国汽车生产商 在德国本土进行生产 而且供应商产业也扮演着重大角色 同时也确保了大批的就业岗位 那么汽车属于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 并为德国的世界出口冠军地位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长期以来 汽车行业一直是有着较强的竞争 来自亚洲的汽车 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在若干年前 来自日本的汽车 还不被德国的广大消费者接受 那么这一个情况 如今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来自日本的汽车 凭借其日益完善的质量和性能 为许多德国人所接受和喜爱 因为它的价格实惠 并且拥有现代技术 已经俨然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汽车生产厂商的 真正竞争对手 那么我们在了解完汽车 作为德国的一场交通工具 当中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它的一个背景和一个基本的介绍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新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词汇讲解 The Upsch der Platz The Upsch der Platz Motor车和自行车的停车位 Ausbauen Kor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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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The Upsch der Platz The Upsch der Platz zu einem Museum ausbauen 那么这个旧工厂被改建成博物馆 The Straße ist nicht ausgebaut 道路没有被Korje The Autobahn The Autobahnen Korso公路 The Autofahrer Die Autofahrer 小汽车 驾驶员 或者司机 Das Autoland Die Autoländer 汽车之国 The Berufsfahrer Die Berufsfahrer 职业自行车手 The Bodendienst Die Bodendienst 信财工作 信财 信事服 The Briefträger Die Briefträger 有地员 有差 Dun Dun Dunmer Am Dunmsten 注意 后面两个是形容词的比较及和最高级形式 它的意思是笨的 愚笨的 Die Einwohner Die Anwohner 居民 居住者 Die Fahrradbedingung Die Fahrradbedingungen Geladen Geladen Zone Welt Lädt Das Fahrrad Ins Auto Welt Bad ZiXinZU Zone ZiXinZU ZiXinZU PersonenAuto Die Personen Autos ZiXinZU ZiXinZU DAS HATFAHRER Die HATFAHRER ZiXinZU ZiXinZU HATTO ZiXi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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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的 增加的 越来越多的 Die Steigung Die Steigung P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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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Straßennetz Di Straßennetze Douluwa Di Tendenz Di Tendenzen Gengang和 P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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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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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a Aber Zug K다�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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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du 好的 那么因为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这期课就到这里 那么在今天这期课上 我们主要来学习了 了解了德国排名第一位的交通工具 是汽车 那么为什么汽车会是 德国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我们在课堂上也有所了解 在节课上 我们要来一起学习 一个新的语法点 Neibelsätze mit der Mitte Oderung zu 以便于引导的从句 并且一起来阅读课文 Das Fertig ist mit der Nummer 1 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好的 那么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见 Auf Wiedersehen